哈喽大家好,我是雅丽 那么本来我都已经睡下了 但是还是因为这两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想要先把一部分分享给大家 那么今天呢,我着重想分享的就是 让我意想不到的 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在这边过的一个中秋节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活动是学校举办的 然后呢,我本来是以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陪读家长进去参加这个活动 但是呢,学校为了让我们家长也融入到这个氛围里呢 他就提了一个建议 就建议我们的家长也要参与其中 那要么就是准备一些中国传统的食物 大家可以毛髓自剑 然后呢,把自己觉得比较拿手的食物呢 带到学校里分享给大家 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穿上比较中国风的衣服 那么我们女性呢 比较普遍的也就是旗袍了 又要赶着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时间比较紧的话 如果我从国内再去买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呢,我又跑去问很多的老师 还有以前在这边就陪读的家长 那他们都告诉我 在这边的瓦洛洛市场呢 是可以买得到的 那我就在参加活动的前一天 赶到瓦洛洛市场想要去买新衣的旗袍 但是呢,差强人意 我找到了一个 就是瓦洛洛市场一楼的一家 一个男士卖的那个旗袍 他的衣服非常大 最后终于买到一件 但是我拿给大家看看吧 大家看就这样一件很乍眼的旗袍 如果有陪读妈妈需要的话 也许我可以帮助到你 把这一件拿去用一下 但是不太建议大家穿啊 是在淘宝上淘一件 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 那我第二天就穿着这个去 真的是 嗯,太乍眼了 我活动当天带着孩子们去 老师是有要求穿 然后他们的衣服都很 就很正常 然后就是 然后也很素 但是很漂亮 各有各的款式这样子 就是 还好有他们在 因为很多家长都没有穿 只是穿了比较正式的一些衣服 那我这间一过去 然后刚好又是太阳很晒的时候 那这间的阳光下就非常的乍眼 我当时特别的不好意思 然后还好有认识的老师说 嗯,你今天很nice很漂亮 不断的安抚我 然后我才去赶紧找了一个最边的位置 然后坐下我就再没动过 因为他们很贴心 大概是在早上的九点开始这个活动 那在早上他们就准备了一些甜点 然后一些饮品 比如说咖啡呀奶茶呀 然后有中国传统的月饼 有包子馒头 然后呢还有一些蛋糕之类的 有水果也有 开始之后呢 校长就先致辞 然后呢他就告诉了我们 他们要办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节的一个意义 他们想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然后想要让孩子明白什么是中秋 你导致完词之后呢 然后我就看到有几个小朋友 应该是12年级的小朋友 在那里后台进行准备 应该是小主持人 他们的主持是中英文的 安妮很高兴给大家 新好主持这个中国文化一季 他们开始跳舞了之后 他们有一个歌曲很委婉放一点给大家听一听 比赛 金色的深秋 金色的深秋 太阳暖暖 太阳暖暖 金色的逍合 金色的 cev河 画探探 画探探 金色的深秋 金色的深谷 从夏天到秋天 我刚听的可能不到两三句歌词吧 然后我就善然了一下 真的是热泪盈眶就止不住 而且我挺不好意思的 因为我坐在第一排的最边上 然后旁边都这样的工作人员 但是真的是内心涌出来的那份感动 就是怎么说呢 能表达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 会让我做出那样的反应 可能那份热是孩子带给我 他们很真诚地在向你表达 很纠结的这个歌 就是很单纯的 很纯粹的一种祝福 一下子就击中你的内心 就觉得莫名的就非常的感慨 他们的演出然后层次也很丰富 又比较温暖的 也有比较搞笑的 还有很可爱的 因为他们有托班 就很可爱的小朋友 就现场就哭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 还有蒙蒙拳的 然后呢 我想给大家看看 我家两个宝宝的表现 因为我当时的经验到了 我没有想到他们表现的这么好 因为在家里 他们只是哼了一些歌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歌 那他们就要求我放出来 给他们跳一下 因为我很喜欢跳舞 所以呢 他们跳的时候 我可能帮他们抓一下动作的细节 话不多说 我先给大家看看 我家两个宝宝的表现 回去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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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过的最纯粹的一个中秋节 最有意义的一个中秋节 好了 因为我这边时间已经很晚了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那大家的假期结束了 那我的马上就要开始了 之后呢 还会得给大家分享 我们打算去曼谷 那么去那边 我会给大家分享 好玩的 有趣的 和好吃的 那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